苏春贤用牛奶种咖啡 勇闯国际舞台获肯定 跟着苏春贤苏大哥背起袋子 弯腰穿梭在咖啡园间 每一颗被称为樱桃果的咖啡豆 都像是珍宝般被细心呵护捧在手里 这些就是获得美国Coffee Review 92高分肯定的国性咖啡 咖啡是全部喝牛奶 我买都是纽西兰的好牛奶 回来困难做酵母 这是我的精灵方向 确确实实它的甜度是超甜的 都是20以上的 喝牛奶长大的咖啡豆 果实带着淡淡香甜味 不管是日晒水洗或是密处理 都保有绝佳品质 但谁知道这彩豆的双手 过去漆的是硬邦邦的装瓦水泥 我在建职业是想要退下来 然后选择一个地方来定居来江夏 来做我喜欢的农业 民国80年左右苏大哥带着全家来到国性北港旅游 一眼就爱上这里的好山好水好空气 出资买下8.5公顷土地 跟着大家一起种植冰榔树 那时候有一天就是我们邻近的卫生林场 有个厂长到我们这边来做 他都建议说我们卫生你看种的咖啡 每年你看吸引的客人是蛮多的 没有去做市场任何调查 就听他的话就种下去 那时候刚好种下去被人嘲笑 咖啡也没人爱 你种的咖啡是要做什么 结果咖啡还没收成 隔年就碰上921大地震 国性重要经济作物 冰榔瞬间瓦解 越来越多人加入他的产销班 跟着他一起种咖啡 但对一个咖啡伸手来说 要带领大家从头开始谈何容易 那时候刚开始用手来挤 用酒罐来滷 这样来脱皮 很辛苦 喝一杯咖啡 我真的是人家说 喝一杯咖啡一杯咖啡 就会变成实实实 这样没问题 那时候政府又不辅导 三不政策 不辅导不补助不鼓励 到每个农政单位都封闭 大部分都半买半送 这样送给人家 这样来看哪个地方需要改进 第二年就开始有去买工具 开始慢慢来做咖啡的研究 哪边有上课哪边去听 苏春贤靠着自己摸索 咖啡源越来越大 从第一年的两千棵 到现在七甲的土地 种植七千棵 产量增加品质也不断进步 自从种咖啡以后 当然就要去研究它 去了解它 去亲近它 那是最重要的 你对于一种产业 如果你不去亲近它 你根本永远都不懂 咖啡豆是半日晒植物 温差越大 果实越甜美 咖啡豆品质也会越好 因此为了让国性咖啡 站上国际舞台 苏春贤花了快二十年的时间 不停尝试各种方法 克服中低海拔咖啡豆风味 不如高海拔的问题 先天条件的问题 本来高山它有 它有先天条件的比较好 我是靠后树来期 期待我的先天不足 这是要去研究的 栽培然后再后树 这样要有一条线 整个咖啡才会呈现 整个它的风味 还有它的品质 先天条件不如人 就从后天努力起 每次的失败都当作惊艳 苏春贤就是这样带着 对国性的一见钟情 对咖啡的使命感 将他此生之爱国性咖啡 捧上世界舞台